聚和拉随着雪莉走了,抑郁症到底有多可怕? 相隔一个月,原本说要带着雪莉的那一份好好活下去的聚和拉也随着这雪莉走了,或许他们这只是换了个地方相聚。 而抑郁症这三个字再次映入我们的眼帘,可抑郁症就如同强迫症造狂症等等,这些词在生活中被泛滥地误用, 使得大众对抑郁症产生了误解、轻视,甚至慢慢变得娱乐化。 婚后五年,在某网络公司上班的高野甘夫和毫不卖座的漫画家妻子小晴过着平静的生活, 甘夫也知道自己的异样便去医院做了检查,果然,确诊他患上了抑郁症。 而当甘夫告知上司自己患了抑郁症后,上司却认为抑郁症没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还让甘夫继续努力,两个人相互搀扶着,走过了最黑暗的夜晚,终于甘夫的抑郁症好起来了, 而小晴的事业也有了起色,迎接他们的是一个十分温馨的结局。